但有些人就是為了... 其實真的就是為了成就感 他越難我越想試看看 那懂了 比如說你愛馬華生不斷的拒絕我 你還是會試啊 所以看你根稍法通過以後 會不會成為男生的惡夢 還是會成為女生的救命稻草呢? 大家好,我們是...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根莊騷擾防治法在2021年年底通過了 這個法案到底是幹嘛呢? 會不會成為工具人的一個惡夢? 比如說我今天跟著我的... 我的愛慕對象他叫我來摘他 結果我被告了 他叫我來找他 他每天都要我送早餐給他 結果我被告了 怎樣?好可憐...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根稍法到底有哪幾點 會被有心人士給利用呢? 那阿宅他們追女生的時候 會不會就直接被關? 這聽起來真的很慘 那個人帥人真好 對,性騷擾 各位觀眾你們如果有人是律師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幫大家解惑 這樣的男生就不會那麼容易被擠了 然後也保障到女生的權益這樣 根稍法基本被列為8點 在裡面包含了第一點就是監視觀察跟蹤特定對象的人 就是在講說如果你今天是那種跟蹤狂 瘋狂粉絲那種追求者 那可能就會被鎖定 就可能會鎖在人家家樓下 然後每天等你下樓 其實這個條例對那種明星 蠻有保護的 或者是那些現在其實蠻多自媒體的平台 像前陣子有一個蔡阿嘎的事情 就他們騎機車然後被打 這個其實如果這個法案通過的話 其實可以保護到一些比較有知名的人 因為現在知名的人蠻多的 就是素人也很知名 對,可以保護到蠻多人 我覺得這很像安眠書局 那個舊... 那個就有點太恐怖了 那是恐怖情人了 那這種法案其實也是針對這種人 就是針對舊那種恐怖的跟蹤狂 對,他真的是很厲害 他是高知識分子的 那第二點是如果你尾隨特定的人士 經常出入的路口或者是活動場所 那就會被歸類進去 例如說可能男女朋友吵架 男生不想分手 然後一直在女朋友家樓下等他 那就可以用這個法案去處理他了 但是如果說是女方劈腿 然後男方放不下這段感情 然後他就一直守著他 可是我覺得這個人家都已經劈腿 就代表說他不愛你 我就放不下了 而且感覺像是道德上有瑕疵 跟在法律上你是錯的 對,但是這個就是道德上的問題 但法律上這個女生不會被定罪 反而你自己會被定罪 那我們走法律的話你就會有問題了 誰叫你長得帥呢? 也有可能他是帥的 誰叫你不是富二代呢? 對,那也有可能 畢竟現在的恐怖情節其實蠻多的 打死不放的那種 我身邊朋友真的是遇到很多奇怪的 我只有遇過一個朋友這樣跟我講 可是其他人就還好 我覺得現在我不知道是我現在才遇到 還是說本來就有這個狀況 就是其實大家對於另外一半的價值觀 或者是他比待太多 對,我覺得有一種那種狀況 就是他應該要是怎麼樣的 結果他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樣子 對,然後所以我們就吵架就分手 但你又放不開這個人了 就是就讓人家擺明的跟你講說我要跟你分手 你還是不走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們對於在一起這件事情的價值觀很奇怪 我覺得不知道是我現在才知道 還是說他是現在狀況 我覺得有些人他很容易會為了找伴侶而找伴侶 就是我只想要有一個人而找伴侶 他不是真的喜歡這個人 對,就到後面其實你都知道對方不喜歡你了 或者是你不喜歡他 我覺得就分開吧 在第三點就是講說威脅 然後嘲弄、怒罵、歧視 就是在講說情侶吵架了 我在想說會不會男生就是被激怒了 然後爆氣開槍 媽的,你那個錯表示這樣子 這個其實就算你不是情人都有問題 可是男生就是有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是你在怒上頭 然後男生又是那種比較EQ普遍比較差的生物 然後當他被激怒了,你就會不管 但我覺得他會用這個法令 如果女生他真的要用這個法令的話 那應該是長期的事情了 他絕對不是說你今天罵我就直接告訴你 說不定真的有人就是那種送棍 我今天就是隨便找一個男生 然後我每天就激怒他 他也要先跟他在一起 對啊,就在一起,我就每天激怒他 然後就為了賺這個錢 對,就為了賺這筆費用 不會,這法律一定會有律師去查證 他們一定會有人去查證 他搞不好還弄露營機 我真的覺得這個狀況一定是長期 或者是一直以來這種狀況太多了 然後你有大量的證據去講這個才可以通過 然後我還記得我大學有一個朋友 他當時跟他的女朋友沒有同居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很疑惑說 就很奇怪,大學不是應該就是要交往 就是要同居嗎?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說為什麼? 然後結果他跟我說白癡,他如果跟他女朋友吵架的話 那他也要shake 我剛剛說哇... 因為他已經想這麼遠了 嗯嗯嗯 再來第四點就是講說用電話或傳真 或者是電子通訊系統 或者是網際網路一些其他設備去進行干擾 聽起來很像什麼駭客之類的 對... 男生會比較有這種技能在 對... 就是可能在你手機裡面裝了什麼監視東西 然後就知道你在哪聽得到聲音那種 第五點就是要求約會 然後或者是要一些聯絡方式 或者是其他追求方式的行為 這點很籠統耶 嗯... 就是聽不太懂 可是他如果變成騷擾的話 我就覺得是他是太多次了 你就說我一直瘋狂的對你邀約這樣說 說我要不要去吃飯... 人家已經拒絕你了 然後你一直問一直問 人家可能當面的直接跟人家講說 我沒有要跟你去 我沒有跟你去約會 我沒有跟你去吃飯 可是你還是一直做電視 那就有點騷擾了 可是以前沒有這個法案就說 這個人一直跟我講這個東西 我要怎麼辦? 封鎖啊? 你可以封鎖 但是他有別的方式可以找到你啊 如果他今天就是死纏亂打 一直在你工作的地方出現 你怎麼離職嗎? 對啊... 也沒辦法 就總想說要不要吃完 如果今天就是每天就是來你上班的地方 每天找你 每天找你 他是客人你也只能服務他 但是我不想要給他聯絡資訊 會不會這種追求者 他可能說我終於有一天會感動我 心目中的... 一定是這樣想 那些男生一定是這樣想 我會感動我的女神 他有一天會接受我的存在 他們一定是這樣想 有些人把這個當作關卡來做 我要達成這個目的 我要做到這件事情 我要把到他... 有些人是這樣想法 但有些人真的是愛護像女神一樣 就是我去崇拜這個人 我以前有的時候也會這樣想 可是我現在都是拒絕一次的 不要拉倒 就是演算法機制 不要... 應該就是... 對這件事情就是你有一個開放的思想 我覺得是效率 我覺得一直卡關是一件很沒有效率的事情 對啊... 我們要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一件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但有些人就是為了... 其實真的就是為了成就感 他越難我越想試看看 哦... 那懂了 比如說念愛馬華生不斷的拒絕我 你會想... 你還是會試啊 所以看你怎麼看這個人的等級啊 對,他可能等級不夠高 沒有到愛馬華生這樣子 但對那個來說 那個女生就是可能是愛馬華生 哦...好,懂了... 再來第六點就是寄送流誌展示 或者是播放文字聲音影像 那些都算 你說像是寄一些私密照給女生這樣子 對...或者是一些可能我給一個包裹 然後裡面是一些他們自己的東西這種 或者是一直傳文字 包裹的話就蠻噁心的 我覺得傳私密照就好像還好 就這樣好像... 或者是傳一些騷擾的文字上的東西 或者是錄音、影像、影片那種 對,就是一直不停的傳 一直不停的騷擾 之前網上不是有網美他們有時候會傳 就是說人家傳他自己的照片給他 對... 我覺得網美好像比較會遇到這種事情 對...男生其實也會遇到啦 但比較少 男生就是被...我覺得gay騷擾比較多 也會有一些就是... 很少遇到外國騷擾 假帳號來騷擾 就不知道這是誰啊... 對... 我覺得這種帳號的動機很奇怪 他要幹嘛? 也不是要錢啊 他你也百分之百知道你也不是要... 他就在展示啊... 就在秀自己就對了 對...這個之前其實也沒有法案 就是說可以告他 就是現在有這個跟騷擾的時候 但是這種假帳號也追不到來源啦 我剛剛講的是那個啦 就是真實帳號 然後一些男生他會傳給他愛慕的女生 一些自己的照片 這種東西的話 或者是... 或者是每天跟一個人自己對話 就是跟他聊天講話 像電影那種變態肥宅 然後他可能就會把他那個女生的那種抱枕 放在床邊這樣 他可能就一直傳訊息給這一個人 然後也都不回 在第七點就是講說 告知或者是釋出那些有害其名譽的一些資訊 有像是一些在紳士網站上能夠看到的一些短片 之前有一個女性 然後他在交往再認識到一個男生 然後後來他可能就是傳一些自己的照片 之類的沒的 那個男生是跟他同校的人 然後那個男生就到處散播他的這些照片 然後甚至這些照片就完全可能不是他 他可能就是別的身體或者是別的部位 就是上網下載來的 然後就這樣一直傳越傳越多 就是要騙他的私密照片 就是可能有些男生他... 沒有... 有些男生他可能就是... 他覺得說在家裡是什麼 在家裡很好玩很好笑 但對這個女生其實很傷害 因為可能他根本沒做這些事情 我就有點不懂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覺得說這樣子是好玩 因為他們還是學生 可是如果是我 我的動機就是要打炮 對 就是如果他的動機不是要打炮 而做這件事情我就會不能理解他 這個也是有發生過的案件 你講這個也是有 就是他們可能大家聊得很開心 然後就會覺得說可能會傳一些照片之類的 然後後面可能女方開始慢慢對這個人沒興趣了 他就會拿這個照片來去威脅女生 這也是有的 剛剛講到這個法案其實就是在處理這些事情上 因為其實在這件事情其實現在才會有這些狀況出現了 在這個法案出現之前其實沒有一個可以去定義這件事情 說是犯法的 你最多就只能講威脅 就是妨礙秘密這樣子 就是沒有被罰很重 就好像只被罰了幾千塊 好像被罰了一萬多塊就結束了 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但我就想會不會有一種情況是男女雙方可能原本是曖昧的關係 然後結果雙方後來是鬧不合 然後女方其實是暈船的那一方 然後他就覺得就誣陷對方說他怎麼幹的 其實他自己弄了秘密站到上場這樣子 那種會心機很重的人感覺就會這麼重 因為其實以對話紀錄不要刪情都沒有 可是男生有時候就沒那麼想那麼多 就說我不想看到你刪掉 他就什麼都沒有 也是要給對話紀錄 尤其是只要不是涉及到刑案的話 通常管理公司他們是有權不給的 因為個資法 但是我說女生可能要繳這個資料 有時候繳男生騷擾我資料的話 他還是要給對話紀錄 你整個看完之後你就知道這個人沒問題 其實還好 但我覺得檢察官應該不會這麼笨 再來第八點就是濫用特定人士的資料 或者是未經過他人同意去訂購一些貨品 或者是服務 我覺得這個就是個人問題 對,個人問題 就是你幹嘛給人家帳號面 而且你分手還不改,帳號面 對,本來一開始就不要改了 這就是被盜活該 所以我覺得立法其實是有好的地方的 就是蠻多好處的 然後也保護蠻多人的 就是利益是好的 因為站在立法者的立場 他們會覺得說他們一定得制定相關的法案 雖然是一個蠻無腦的做法 但是可能是有效隔絕的一個方式手段 對,因為這些人就是一些無腦的人 所以你就用最簡單的做法 讓他知道說你在做白癡 有個案的話,再個案處理就好 對,因為檢察官真的也不是笨蛋 他們就是在立場上 他們還是要保持重力的 然後去看雙方的說詞 不一定單一拚哪一方去講 各位觀眾你們支持新的根稍法法案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掰掰! 掰掰! 再次看,眼睛 在基因這,歸部影片可以令人確實